因為今天那個立法院交通的委員 他其實那個館幣領委員他有說 就是他自己那個台北機場辦理 那交通部好像在文化部的公文管理的時候 就是他曾經一度有台北機場作為國定領域 但是11月12號曾經去海中文化部說 不用再就是我不要再申請的事 所以要作為職業領域 就是那館媽就是主義說 交通部就是想要去做這個主義太大了 那柯平您之前提到說台北機場你想要全區保留 那您現在的態度 我想是這樣 比較正確的講法不叫全區保留 要全區規劃 就是全區規劃然後分期建設 就是不要大家切割 那每個人只要他的部分 所以比較正確的講法是 那個台北機場應該全區一次規劃完畢 然後有多少錢就去做 那分期建設 這是比較正確的說法 那還有一點我覺得是這樣 我也知道台鐵缺錢 但是估計是 國家共有的財產 沒有說因為你台鐵缺錢 那就趕快要把它 把那個土地拿去變賣 去還你的債 我還在講一遍 估計是屬於全體人民共有的 它不是只有讓台鐵拿去還債用的 所以對那一塊的開發 我是有我的想法 那您有您的想法 那您在台北市長的位置 您會怎樣跟交通部 或正宗那邊做過 事實上我已經交代我們那個林副市長 所以這個台北市長實在太多了 那一大堆問題 我們就把以前八個開發案 會成立一個專案 你知道 包括舊市議會 台北機場 廣時博愛院 雙子星 我們全部有八個案子 會成立一個專案 你知道 那把會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來處理這些問題 因為之前這個姚立民也曾經講過說 在選集的時候那個七步走 說是要躲蔡英文這個事情 那你今天再跟他見面 往後你打算怎麼跟蔡主席 不會啦 我覺得這個齁 我是覺得姚立民可能在上call in節目 有點太high了 應該是這樣 這個 我要見蔡英文 我就直接到長安東路 他辦公室去跟他講話就好 我哪有需要 我不需要在外面這樣裝的很熱絡樣子 我們就私底下去見面就好了 哪有需要在外面這樣你們看 謝謝大家 不用刻意主堵他嗎 不是啦 我要見蔡英文就直接去他辦公室找他就好 不然就去他哥哥家裡 把他叫來還可以吃晚餐一邊談 我何必去在外面這樣 我們不需要搞這種外面的表面功夫 大家會等他嗎 蛤 我等一下 其實我很討厭吃飯 我趕快落跑就好了 好 謝謝大家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的節目 我們很討厭 我們很討厭 ähä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